白露去年与罗云熙和演长月静明和王河帝主演以爱为赢 以及与张灵鹤王新月合作《宁安如梦》 三部剧斗城爆款剧奠定录剧女神地位 日前她在抖音的话题播放量更成功破千亿 白露与近来演出《四海冲鸣》 动画年爆红的张灵鹤拍摄《宁安如梦》时被爆假席真作 但两人也屡传分手 白露今年初与少年歌行敖锐鹏拍完新剧《白月翻新》后 两人被抓包疑似共游云南 热恋消息因此传开 近来网友又挖出两人交往的最新其他证据 除了被抓包隔空用同款耳机 穿同款衣服和鞋子 两人还曾直接在片场穿情侣状放闪 白露如今的微博大头贴也是敖锐鹏拍摄的 隔空晒恩爱掀起网友沸腾 白露二月杀青白月翻新后 在禁足大门曾顺西的仙侠剧《临江仙》之前 曾先到云南大理游玩 白露晒出草地前拍下的美照 没想到隔日敖锐鹏也抛出同一地点的帅照 两人前后打卡被怀疑共游大理 加上两人拍摄白月翻新时 在片场互动就相当暧昧 绯闻就此传开 近来网友又挖出白露敖锐鹏一次交往中的七大证据 除了隔空穿同款球鞋 棒球外套 以及戴同款耳机 两人甚至曾在片场一起穿灰色毛衣 情侣装放闪 虽然白露外照了一件格子外套遮掩 仍被眼见网友抓包 除了同款穿搭 白露助理发的短片中 白露对镜自拍的画面被发现 背景出现了用敖锐鹏表情包定制的年画 且白露如今的微薄大头贴 正是敖锐鹏在白月翻新片场所拍 但白露通常不会使用非下一部上档剧的形象当头贴 以及两人在片场因为寒冷 白露抱着星星造型的抱枕 敖锐鹏则把手钻进星星图案的暖手宝取暖 而白露在剧中饰演的白朔代表物正是星星 敖锐鹏饰演的范月则是月亮 明显在晒恩爱 事实上宁爱荣梦于前年九月举办杀青艳势 白露晚上被拍到与助理一起到了张力鹤家 不久后助理离开 白露直到第二天都没有离开 两人恋情因此曝光 不料去年宁爱荣梦上当一再延误 虽然戏剧播出时两人绯闻又传得沸沸扬扬 但两人互动早已不复热恋期甜蜜 传出两人是在拍摄宁爱荣梦时开始交往 但被双方经纪公司知道后 因为两人都正处于事业冲刺期 怕会影响两人发展 因而被迫分手 去年宣传期见面时才会气氛尴尬 虽然有一派网友认为 白露跟张力鹤只是碍于舆论压力 转弹地下情并非真的分手 但近来白露跟敖锐鹏爆非文 随着八大证据陆续曝光 白露也被视为正式情断张力鹤 而且白露与敖锐鹤的那些同框画面 更是让诸多网友之户太甜 这也让一直都有着超高关注度的剧集 《白月泛星》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 拖拖地为波鲜活 况且该剧作为白露 及《长月经名》后的又一部线偶剧 改编自心灵小说 《白硕上神》的电视剧《白月泛星》 也是有着非常精彩唯美的剧情 以女主白硕的修仙成长为主线 讲述了她与妖族大神范月之间的一段 打破一切限制的爱情故事 在经过了一年三部大爆款剧的热度加成后 现在的白露已然是九龄花中 上升势头最为迅猛的一位 出众的颜值 绝美的古装造型 加上越发成熟的演技 已然让白露后续的发展道路 变得更为的平坦 此番在《白月泛星》的红衣造型 无疑已经让诸多网友为这倾倒 而该剧的男主俄瑞鹏 虽然在开拍一时遭到了一定的质疑 但在相关定装照和路透流出时 阿瑞鹏一身黑色的大妖造型 却是在一瞬间掳获了诸多网友的心 在个人表现远超预期的情况下 阿瑞鹏与白露所呈现出来的CP感 也是让人非常满意 绝对是一对非常好刻的一幕情侣 而且我们说起白露呀 显必大家都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其实小编粉上白露 还是因为她和鲁莉西合作主演的内部 半是蜜糖半是商 白露饰演的将军和鲁莉西饰演的元帅 真的就好磕大家的内心 也是这部剧让我知道 原来白露演只场剧也可以那么出彩 后面 即半是蜜糖半是商后 白露还出养的周生如故 她在这里面的妆容显得十分古典美 却好像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人一样 当时这部剧火爆了全网 很多人都沉浸在十一宇周生成的 虐恋之情里面走不出来了 接下来的这一年里 白露又迎来了展现自己光芒的剧 一生一世 拍完这部剧后 白露没有抱怨戏很累 反而还更加努力了 因为她知道 只有自己努力了 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好事总会降临的 白露在这之后获得了年度奖项 她的成功告诉了我们 做事情必须一步一步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去实现理想 白露受关这部剧后 她又接到了下一部电视剧 《长月静明》 这部电视剧是关于玄幻古装类别的 由罗云西饰男主谭台静 白露饰演女主 黎苏苏 她在这部剧里面饰演的黎苏苏 是一名自身命运 有很大变数的一名妙龄少女 因为爱上了魔王 所以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的角色 这次的这个角色 对于白露来说 是一个挑战 但是她很好的 接下了这个难题 用自己的灵活演技去演绎她 赢得了大家的意志肯定 而这白露与罗云西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 对于拍戏来说 早就培养好默契了 她俩的第一部《半生蜜糖半生商》拍完后 有不少粉丝内心渴望她们两个人 能够在未来再次合作一把 没想到这次由于拍摄《长月静明》 实现了粉丝的愿望 不管我们拍摄哪种戏 不管我们去做哪种事情 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传入我们的耳朵 白露在担任该剧女主时 有不少原著粉认为她们有原著女主长相灵动 认为白露还缺乏一点点少女感 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声音 白露还是在坚持初心 努力拍好这部剧 她认为拍戏是很严谨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随便就能找个演员来演戏 我相信即使有人会不理解 但是我相信白露一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毕竟经验是真实的 演技也是得到认可的 之后白露拍完《长月静明》 也是马上接拍《宁爱如梦》 这样看下去白露简直就是新一代演员的模范人士 在拍摄《宁爱如梦》后 网上有不少关于白露与张灵和的恋爱之类的言论 有人认为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有人认为这是不实消息 我只想说我们做好自己 这种事情是不是真的 交给时间和他们本人来处理就要行了 我们作为粉丝就管好我们自己 一些平台已经肯定了白露的能力 况且白露本来收视率就比较高 现在接连拍这几部戏可谓是收视女王 不管怎么说 她的身影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 她的劳动精神已经打动了我 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吧 还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从网红一路走到当红演员 白露靠的中规还是她个人精神品质 她是努力向上且不服输的 她用自己的坚强打破了一些不好的言论 用无谓的精神去挑战拍戏的难度 这两种职业的转变是很辛苦的 不过她还是停下来了 我想白露在最开始遇见了余正 就给予了她最好的机会 白露承认到她很感激余正的培养 她还说想在以后继续跟着余正拍戏 看着白露越来越好 粉丝也为她欢呼 好像世界上的好运都在她身上了一样 要知道作为粉丝 是真心实意希望白露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 白露拍的剧都能让粉丝期待很久 我们热切的欢呼着白露姐姐再次创下新纪录吧 希望这位懂得分享与感恩的女明星 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 勇往之前不服输的去挑战想做的事情 那么对于白露的看法 大家还有什么见解吗 欢迎各位粉丝宝宝积留言评论哦 感谢观看